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东部事件现在是晚上事件 这个CNN报道据细 说这个拜登政府将会批准解禁 解禁什么呢 美国军事沉默上 部署到乌克兰 如果这个正式解禁的话 其实就意味着啥 就意味着其实就是美国的军队 其实就部署到乌克兰 可能都不是直接美军 但是美国军事承包商 就包括各种军事作战部队 它是以军事承包商的名义 来部署到乌克兰 这也其实就 其实就意味着美军直接进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是一件大事 为啥呢 其实我们记得说 美国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在推进 就试探俄罗斯的说白了 就是中俄到底手上有啥武器 等到你这个基本上用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要开始入场了 因为美国军队 他必须得要适应战场 他必须得有这个过程 如果美军不加入战场的话 未来战争一旦开始 说白了 他们根本就 你就很难来得及适应 其实俄罗斯 早就已经适应战场了 他这几年时间 战场是血淋淋的 你做演习 是绝对比不过直接战场的 战场上的这种直接的演练 战场的直接的一天 那抵得上你在演习一年 这是直接 所以都是在做准备 这其实 这验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乌克兰 实际上 其实就是大家失水的一个这样的场地 林女士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对 如果说这个拜登总统他批准的话 就这个在军事的支持方面 会对乌克兰有非常大的信心 那对推进整个乌克兰 他们在 东地区这个战事的这个 眼镜其实也会更加强的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这一两周 其实乌克兰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 就是对于在把俄罗斯的这些军队人员 赶出乌克兰的边界之外 也 这个武器 其实也都对着这个俄罗斯的领土 去做相应的打击 那这个当然都是针对军事设施 那可能也会再看一下 当这个讯息抛出来的时候 俄罗斯方面的部署跟中俄朝鱼 他们之间的协调 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自己会去关心的 再就是在国际方面 是不是因为美国这样进阶的加入 会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北约这些国家的军力方面的加强 或者是在军备方面一直不断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整个全球的那种弹药 还有弹药的原料其实是欠缺的 那除了乌克兰本土 在加紧生产他们需要用的 1550米的炮弹之外 那其他国家包括像德国 他也有投资在乌克兰 但是其实我们比较最近提到 比较少的是澳大利亚 其实澳大利亚在生产 这个弹药方面 其实也有他的技术水准 那澳大利亚他本身的这些弹药厂 其实也有投资在美国 那对于这些其他供应武器的国家 又会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变化 那是不是也会全力来协助美国 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一起投入 美国如果美军进来做一个实地的演练的话 那对于这些数据的收集 那又可以更加强美军在各个不同武器的这种数据 有更好的累积 那是不是会有其他的国际联盟的军队 也能够透过跟美军一起协同作战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士兵能够得到实战的这种经验 不过在美军进场之前 我相信他们也有个别的义务 投入的这些国际军团 其实也已经都在乌克兰了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这些国际军团的人 他们其实也是都有美方的人 或者是其他国家支援乌克兰的人 那他们也是有会把他们实战的经验 去分享他们自己各个不同国家的 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必然的这种资讯的交流 然后第三个是自己考虑到 这是在政治方面会不会有反对党啊 或者是其他国内的这种舆情舆论 又掀起一波所谓的反战的抗议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阻挡的意见 这个可能就还要再看 美国在拜登政府的引导之下 那在各个媒体惩戒 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政治评论方面 对于这样子的步骤 我觉得是应该拜登政府是在各个 比如说这些研究媒体 也就是政策还有军事方面的这一些研究机构都有 相应的辩论了 充分的讨论之后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吧 这个是自己有想到的 所以应该拜登政府对于签署这样子的法案去进入 这一方面来乌克兰的协助 我觉得是比较应该是可行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啦 那第四点是会考虑到 那在经济方面 美国的军事的这种维修单位来进驻乌克兰 那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后续会是如何 然后这样子是不是也对俄罗斯进一步的 包括制裁或者是中俄一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欧盟也已经对中共国有进一步的制裁 所以对俄罗斯跟中共他们的这种经济 还有包括对俄罗斯他可能的这种价格能源方面的操控 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这个是自己考虑的 因为总体来讲一个策略的变化 或者是试探或者是这个军事战略的部署 其实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所以以这个全球一盘棋的局势来看 我觉得都还要再看每一个不同的点 比如说包括我们在第一岛链的这一个点 他的这个股价股市或者是整个舆情舆论反映出来的 对于这个信息的这种扩散的效果 还有那种反应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都还要再看全球其他的这种反应 就是自己一点看法 对于这个信息 谢谢 好 谢谢林医生分享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世界举止 你看 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即将登场 击沉演习将瞄准中国两栖攻西舰 6月27日将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屿及周边地区举行 此次军演重点项目11是实弹击沉一艘四万吨钟的目标舰艇 这个目标舰艇就是中共国的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 美国以及盟友为中共武力攻台两栖攻击舰击沉起做准备 这一年两年一度的对黄太平洋军演将有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平舰艇 三艘潜艇 14国的陆军部队 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 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 强较2020年的26国 现在是29个国家 当时38艘 舰艇的镇州 现在是40艘 说不了横跨 环太平洋嘛 横跨几个时区 甚至横跨日经线 参加本次军演的军机还包括F35 P8 V22等等 这嘛就是给中共说白了 展示一下 让它知道 别吹牛逼 随时灭你 你怎么看 李女士 对这个部分它其实很早就做公布了 那在之前是说2月 对不起是6月26号 那它这一次是讲从6月27号开始 可能是跟整备的关系 那它这个时间是真的蛮长的到8月初的 那对于整个这个每一个参与的国家 其实都是感觉出来是对他们的这种军力的互相学习 还有知道说在这个全球在中国朝一的胁迫之下 那其实这种各个国家的军力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对于是互相的学习互相展示之外 我相信是对于在各个不同国家如何再更把这一些军备跟随时调动的能力去把它学习到最强的这种张力 其实是在这一次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在台湾的部分虽然没有参加这个环太平洋 但是实际上在前不久 那已经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舰队 就是已经有在夏威夷的部分 那也许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配合的学习的机会 这个当然都是巧遇 这个是我们之前台湾就是有说 为什么那么巧4月份的时候 在美国有军事演期的时候 然后台湾的这个军舰是刚好就牢到夏威夷需要做补给 然后也顺便巧遇到这个军演的时候呢 就顺便的做观摩一下 那这个时候在6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也是在台湾有相关的新闻 是台湾的这些军舰已经出海了 然后是前往夏威夷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训练 那当然这种比较敏感的 尤其中共如此的这种嚣张把握 随时对于台湾的这个周边做所谓的封锁 海陆空所谓的这种威嚇 其实在即便是在台湾 台湾也是在准备汉光演习 所以在二三月份都有电脑兵退 然后实际上的军人是在7月的时候 7月22号的时候 那7月22号到26号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换了顾立雄的新国防部长 他对于这个国军的这个整备 其实有让国人除了换了一心之外 相应的该给国人有的这个 民防的这种概念 跟国民的在地的这种军力 能不能有这种武力的配置 其实也都慢慢会浮上台面来讨论 那这个也都是跟所谓 所以这些军演 然后跟整个区域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看到乌克兰的战局的变化 跟以色列中东的战局 其实相应的国家都会加紧 在备战的方面 更要求自己的国家要提升 各方面的这种精干的这种训练的 路德先生 谢谢 好 谢谢林女士 这个关于这方面 大家看美国其实都在准备中 中共只能玩阴招 别的方面都不行 但是美国要清楚看到 中共在这个战场 它肯定不敢跟美国正面拼 但是它在别的战场 就是敌后武功队 在美国内部 它绝对在准备搞事 好 这是咱们的节目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此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